林总也是发少友吧 好友玩玩 挑一辆 我们好两圈试试 陈总今天很有雅性 但是我没时间 怎么 不敢啊 光跑 有点无聊啊 那陈总的意思是 来点彩头 什么彩头 沈安安 究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永远是他自己 在任何时候 沈安安都不会是打赌的筹码 沈安安身上有种魔力 会让人觉得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放松 舒服 不需要任何防备 这些看似很简单 其实是最难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背叛之后 陈总见过了沈安安最耀眼的时刻 可是我可能见到他脆弱的时候 更多一些 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某些时刻 他的狼狈 还挺可爱的 林总是想靠这个 说服我智能而退啊 当然不是 陈总很有品位 也有自己的想法 谁能说服你呢 来 好好队安安 可别被我带到机会 今天晚上专门来找我的啊 我们不如来聊一聊 你最先为什么总去找沈安安 怎么 吃醋了啊 我来是想告诉你 离他远一点 这就奇怪了 咱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 尚且不过问彼此的私生活 现在算是什么都没有了 你这爪子伸得倒挺长啊 陈安安现在是我的人 怎么 你离开我之后不仅换了新工作 这取向也 他会是我将来的合伙人 所以离他远一点 任一鸣的前女友 任一鸣的前妻 我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女人我有点跟不上了 那还得感谢你啊 你教我呢 很多关系用好了也是一张牌 不对吧 那我和你不一样 找合伙人一定要谨慎 如果双方都不付出真心 那很有可能被别人 从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套 我可不能再被捅到 对吧 来 这边 这边都准备好了 这边都准备好了 过来了 这边就要开了 这边都要开了 来啦 这边都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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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而且我昨天还在家试了一下 特别好吃 嗯 那我就要期待咯 好 进行不好的时候 记得多看绿植 那样会好一点 别忘了多喝水啊 迟到了 走了 慢点开车啊 好 这是什么 模型道具 常规操作 不是用我做的面包拍吗 当然不是了 这种的效果更好 那这怎么吃啊 不吃 只要画面好看就可以了 你是专门跑这个的吗 不是 兼职跑一跑 听你口音是本地人吗 不是 今天麻烦给个好评啊 来 上车 来 安安姐 好了 咱们就来了啊 好嘞 准备 来 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安的美好清晨节目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鸣 十月今天会来吗 应该会吧 有什么事 陈总说十月缺心太多 耽误工作 要给你找一个新助力 叫徐可欣 已经在你办公室了 这挺好的 最近工作正好很多 你可真神啊 怎么美女都往里拿炸堆啊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咖啡来喽 加奶不加糖 谢谢啊 丁哥 我的荣幸 妹妹 中午我带你去公司附近 吃点东西 公司旁边有很多好吃的吗 可多了 我请客 谢谢韦德哥 韦德 你不是一直在萎靡 在伤感吗 怎么这么快好了 忘了你的十月妹妹了 过来 你怎么那壶不开提那壶啊 用不能给我留点面 我说嘛 我们部门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原来来了漂亮的小妹妹了 这又是咖啡又是甜点的 怎么没人给我送一份啊 任总监 对了 一鸣哥 那个陈总说你回来之后 去了办公室一下 哦 任总监 你好 我叫许可欣 是欣来的助理 嗯 你好 可欣 咱俩先扫个微信 好 正好啊 我带你去吃一下好吃的馆饭 嗯 你 你 你 嗯 嗯 你也是我们公司吗 要加个微信吗 不不不 不太方便 我先走了 哦 好 呀 同量啊 新来的助理你觉得还行吗 尽快帮他适应工作 没问题吧 哦 刚才见到了 没问题 好 你警告一下石岳 他最近总是缺琴 迟到又早退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辞退他了 好 我会拯告他的 我最近在安安那儿买了辆车 他变化非常大 真是让人 惊艳 又惊讶 听安安说 你们已经办完手续了 他现在状态非常好 你也需要赶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不要因为自己的私事影响客户 毕竟现在 你是公司的门面 又是不准备的 还有啊 十月如果变得很麻烦 建议你早做打算 等熟悉了之后 接口工作你就接过去 好 大麦姐说 任总监今天要出去见客户 我把客户资料都准备好了 需要注意的细节 我都贴上了便签纸 您看一下 做得很好 这样吧 你和我一起去见客户吧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收拾东西 走吧 我先出去 有事给我打电话 可欣做事情还是很认真 比那事靠谱多了 对啊 还比得漂亮 我先去 一鸣哥和谁一起出去了 公司新来的助理 叫徐可欣 长得好看吧 而且人也很好 新来的助理 我不是还在吗 还有 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 一鸣哥为什么跟别的女人出去了 凭什么让你知道呀 你一个小助理 我至于跟你汇报这些事情了 大麦姐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你谁呀 你们都不知道吧 一鸣哥 他已经离婚了 我是他现在的女朋友 我们很快 就要结婚了 所以 我有权知道他的所有事情 是所有 你明白了吗 你 你好 好久不见 没 先去里边等我吧 好 新来的吗 嗯 新助理 你过得好吗 非常好 你 你 现在在哪儿高救啊 在一家新媒体的平台 新工作很有挑战 哦 对了 我邀请了安安 做我节目的主持人 安安 什么样的节目 一档关于美食和女性生活的节目 安安现在已经是一个 小有名气的美食主播 好 真是没想到 他也能做美食主播了 他现在状态真的很好 你们俩 可惜了 你现在和十月在一起 希望你们幸福 我还有事 先走了